林若亚自爆嫁到孙家需要勇气,田说婆婆对我比较好生死进度曝光。 林若亚是台湾海沃的知名模特,贾静雯前夫孙志浩的现任妻子,2016年两人在关岛秘密结婚,贾静雯大方地送出祝福,希望新妈妈林若亚能够好好照顾女儿孙玲倩,梧桐妹,倩如今结婚两年尚未给孙家添加丁。 林若亚在嫁给富商孙志浩之前,曾是一位签约模特和小有名戏的演员,在台湾曾演绎过《炸猛》、《勇士们》等电视剧,被内地观众属实则是忙过台层热播的《美丽的秘密》里有过演出,让人印象深刻。 教好的容貌,性感的身材,甜美亲切,性格不鲜明看似逆来顺受,常看台湾综艺节目的应该对她比较了解,是一位资深的统高咖,以前经常出现在小S的康熙来了,妥宗康的国光帮帮忙,还有女人我最大。 舞台上的综艺效果不错,很会捧跟和接跟,观众缘坡加,走得甜美戏路线。 据悉在台湾夜生活极其丰富的模特圈,林若亚算是一个另类,不抽烟,不泡夜店,不喝酒,算是一个乖乖女了。 感情上,在认识宋志浩之前,女生价40亿台币的纺织小开蓝军天传过绯闻,对方是横跨香港和台湾的纺织家族大企业,但据悉因为蓝家父母因林若亚模特圈的身份,反对正门侵蚀,后来蓝军天表示两人还是好朋友。 与蓝军天无极而终后,在2012年与贾静文的前夫孙志浩一起在小剧蛋看郭富城演唱会,曝光了两人的恋情,孙志浩大方的认爱,林若亚甜蜜撒娇夸孙志浩是个有责任感和懂得尊重人的男人。 林若亚比孙志浩小一岁,两人是在朋友的聚会上认识的,但两人在一起并不是很顺利,交往四年里分分合合不少次,争吵最大的一次是在2015年年初,当时被爆出孙志浩家抱又犯了,林若亚无奈分手,但后来自己辟谣称 如果被打,我怎么可能回到他身边?为孙志浩证明形象。 孙志浩和林若亚爱情长跑四年,终于在2016年的最后一天修成正果,林若亚幸福地披上新娘的婚纱,激动地哭诉住这一路走来不容易,遮遮掩掩,磕磕碰碰,但很幸福能嫁给孙志浩。 去年,林若亚婚后付出上综艺节目聊到这段感情,孙侃当时连妈妈都替她担心,不过林若亚坚定说,很多东西相处才知道,虽然在意别人眼光,仍决定放手爱,嫁到孙家下了很大的决心,很需要勇气。 虽说谈恋爱四年,结婚两年,尚无生子的迹象,但婆婆并没有施加压力,跟当年的对贾静文态度截然相反。 林若亚曾被记者问道有吴婷公生育的打算,她说到结婚生子没有时间表,只有进度表,称绝不先孕后婚,让贾静文无辜躺枪。 图片来源网络 参考来源